现在公布了全球十大市值排行 大家非常惊讶的是NVTR一下排到第二了 它现在改离微软也没有差多少了 可是你把这个十大市值公司 它不是只有美国 它基本上是全球最大的十大公司 居然有七家都跟台湾的供应链有关系 也就是当台湾有状况的话 这七家都会受到伤害 是啊 事实上呢 为什么 就是如果昨天有在关心美国的人 你会发现挥达现在在昨天 已经超越苹果了 而且它竟然从两兆美元的一个市值 到三兆美元的市值 只花了四个多月时间 那现在大家会想说除了这一点 让人家觉得非常吃惊之外 最重要一件事情是摊开全球 前十大市值公司 竟然有七家背后的一个相关的供应链 都是跟台湾有相当大的关联 包括微软 辉达 苹果 阿发贝 还有亚马逊这些全部都是一样 那最主要关系是什么 就是第十大台积电 这些每一家几乎都是台积电的客户 所以这也就是人家就说 其实不只是这个NVIDIA在靠台湾 连整个全世界前十大市值里面 有七家就靠台湾 主要就跟台积电 或者是整个台湾的供应链关系 息息相关 也就是你今天要做高速运算 你今天要做个所谓的这个AI的运算 你这些东西都需要台积电的晶片 跟台湾的供应链 对 所以现在有人包括像NVIDIA 我们知道黄仁鱼现在离开台湾 但是现在越来越多把这个台湾供应链 包括AI供应链的上游 中游 下游 全部把它摊开来 摊开来你就会发现像什么GPU CPU的部分 主要也是谁 看起来当然是超微 或者是Intel 灰达 或者是AMD 但是谁帮他们做这些晶片的 他们背后的供应链是谁 其实还是我们台湾的这些台积电 联发科 广达 然后云达这些 全部都是同一套 那他们都讲到说 事实上你现在台面上 看的这些品牌 后面的供应链 跟台湾就息息相关 这也是为什么 他们就讲到说 现在讲到AI时代 事实上就诚如 那个黄仁鱼所讲的 台湾在里面扮演的角色 其实超乎预期的重要 我跟你讲 那个黄仁鱼 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人家就有很多各个 各个不同国家记者 来问他问题 人家问他说 你的这个晶片感觉 卖得非常贵 他说你觉得 卖得非常贵的原因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未来的爆发潜力 然后他就讲完了之后 最后一个台湾记者 问他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只选在台湾投资 然后他竟然就讲了一个 他就说因为台积电是一个 你完全不可或缺的朋友 这不可或缺的朋友 包括于你对他的信任 他就说台湾为什么是我们 这一些大厂要来投资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信任感 我们认为我们把最新的技术 放在这里 我们不会面临到 未来扶植出另外一个竞争对手 而且接下来 台湾不是说我们作为供应商 现在也讲了 如果不可以跟大数据结合 那个获益更大了 是其实现在 大家还在focus什么 focusAI的一个代工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 所谓的伺服器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机器人 但是事实上 陈荣基点出一个重点 他说OpenAI一出来之后 带动了整个所谓的AI晶片的 一个蓬勃式的发展 但是OpenAI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把所有资料丢到OpenAI 你等于是帮OpenAI这家公司 去训练他的OpenAI 然后他有面临到一个 就是我的客户资料 我的一个相关的讯息 我要共享给你 这就是为什么他判断 OpenAI会有它的局限性 他认为台湾最重要一个发展性 是什么 在AI世代 就是我们要把硬体跟软体 进行一个相关的结合 他说这也是 就是华人讯NVIDIA 未来要做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把 这一套超级电脑带回家 然后带回家之后 你可以去喂你自己的资料 你可以喂你自己的商业机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所训练出来 全部都是你自己的 你不会跟别人 不会偷走你任何技术 别人不会窃取你任何的 相关的一个最重要的 台湾现在有这样做了吗 是 台湾已经有这样做 谁这样做的 他们攜手的合作对象 其实竟然是长庚医院 而且呢是长庚医院 过去这几年来 已经买了好几台的 就是NVIDIA的 那个超级电脑进去 包括他们训练什么 把相关的病客户的 病人的相关资料 全部你的一个一些切片 你的一个体内的状况 你的一个肠胃镜 你的一个洗肉 他开始喂养 他的那个机器之后 未来他可以协助 这个医生进行相关的一个判断 进行相关的诊断 所以他就是说 比如说现在我这个病人 我进去之后 我的肠胃镜大概怎么样 然后我的洗肉怎么样 他就会告诉你 如果透过我们的这个模拟 几年之内 如果你不去照料他的话 你可能会变成是大肠癌 那你要有什么样的 几公分之内可以切除掉 几公分之内 你可以跟他和平共处 这些都是未来AI 可以应用的部分 还有刚还有另外一个部分是什么 其实是跟医美相关 因为我们现在医美 我们这样子可能给医生看啊 你哪边高梗梗梗梯 我跟你讲如果这些我们像这个脸 不断的去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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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变成一个资料库之后 他透过AI 他就变成是你要不要做什么 好我现在可以给你看 你未来比如说你的鼻子要怎么 拢几公分 你弄几公分 然后你法令问 他可以呈现在你面前 所以你自己可以选择 我在不同的剂量 我做了什么样的手术 我可能打了波尿酸 我可能打了肉毒管径 我未来的脸会长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变成是 你要打进去才知道 未来不是 未来透过AI 这些都会可以告诉你 好所以开评 刚才讲现在全世界 十大的市值公司 七家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 也难怪说 现在美国已经把台湾 变成它的核心利益了 我告诉各位 宝贤你知道吗 去年美国的第一腰股是谁 大家知不知道 美超围 美超围之前谁会认识美超围 后来才发现 这是我们台湾的梁建厚美超围 然后它去年长了7.7倍 那今年从1月到3月 到1月3第一季 又涨了两倍 对 那后来它为什么修正 它不涨了快十倍了 后来是为什么会修正下来 非常好笑 因为华尔它要募资 华尔街就说 你价位涨这么高 我要找谁来认你这么高的价位 后来就 好像有技巧的 让它慢慢的滑落下来 好 重点是什么 我们台湾厂商跟这种 所谓的 比如说像 这是NVIDIA来 像美超围 我们不但有机会 发光 我们还可以共存共融之外 水涨船高 我举两个非常有趣的例子 有一家公司非常好 老板也很有名 叫做华泰 他的老板叫做杜俊元 以前是慈激的 慈激的 我们说他是慈激的大善人 他有人说 他怎么在贡献职业 好像对经营事业更积极 这家公司呢 他是全世界金三角 是全世界第一大的 这个记忆体的模组 的金士顿 跟这个我们最大的 控制IC的群言 跟他的封装 NVIDIA的封装 组成金三角 可是这家公司很奇怪 这十几年来 股价都是只有在20块 那也有成交量 可是就是上去下来 上去下20 突然间去年 因为跟着美超围 传出来什么 它成为美超围的 伺服器的主机板 伺服器呢 大家昨天看到那个美超围 这个黄区美超围里面 这很漂亮 你有看过这么漂亮的东西吗 那个整个的抽地拉出 像一个一个抽地拉出来 中间就是所谓的一个主机板 主机板是谁代工的 主机板就是华泰代工的 这个华泰本身来帮了 这个所谓的一个美超围 代工这个主机板的消息 传出来之后 竟然从去年 从这个所谓的 从这个去年 一直涨到了 这个去年 从这个五月 涨到了今年的二月 涨了3.6倍 一个好公司 可是每次就很奇怪 就是很温吞不然不幸 突然间因为美超围 就是整个大涨下来 因为他做的是最重要的主机板嘛 因为你说那个任何的这个所谓机柜拉出来 涨了3.6倍 对3.6倍 那每次 这个主机板上面就主机板放了CPU GPU NPU 等于说放了各种的这个元件 那主机板就像一个最重要的地板 就是你一定要必备的嘛 所以说他就突然间整个股性都活络起来了 他本身也有做什么 做那个我们国家太空卫星 浮卫这个变峰折号的什么 GPS追踪 好 我再讲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昨天那个美超 他这个黄云鱼说这个很漂亮 这个整个机柜很漂亮 对不对 大家知道吗 那个机柜是谁做的 是梁建后的弟弟的公司做的 那整个的 对他整个的那个 那个后面的那个所谓的power supply 是谁做的 也是他弟弟做的 梁建后有三个弟弟 一个叫做梁建 他梁建后有 一个叫梁建发 梁建达 梁建国 那梁建发跟梁建达 梁建发跟梁建达 本身也是美超围 那个伺服器那个 供应链 对一个是那个即可的供应链 一个是这个power supply的 电源工业工业 人家说 他就把他扶持了他的弟弟赚 那他就他扶持了他的弟弟赚 还不只这样 非常有趣 有一家公司叫做立台 立台这家公司 以前就是很奇怪 没有赚钱的公司 每次股价 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在这个 他是做显示卡的 那你知道吗 去他去年的时候 喊说要募资 说募资的时候 大家觉得 你要募资股价 也要稍微活泼一下 你募资的时间快到了 你股价怎么都没有 没有动静 突然间 在去年 很奇怪 有一天突然间 掌停板 亮灯掌停板之后 传出来他募资成功了 是谁进去的呢 原来就是梁建发 跟梁建达两个兄弟 把他的募资的 这个所谓的2.5 全部把它吃下来 大家才会发现说 原来立台你这家公司 30年前跟梁建 跟这个梁建后家族就认识了 对 后来呢 这个他也 他们早期的时候 他也曾经在 那时候 这个美超委 还没挂牌的时候 他就曾经投资过他 基于这样的一个交情 也是说这个互惠 然后他五年前 在这个黄仁勋的那个GTC 这个大会 黄仁勋的NVDA大会 他们碰到的时候 他们就已经开始协议说 我们要来互相来做一个合作 那因为他不方便直接投资 这个所谓的美超委 他就他的他的弟弟 美超委不方便直接投资 他的这个立台 就由他的弟弟 梁建发梁建达 来投资这个所谓立台 所以立台你知道吗 他们都有人脉关系的 对立台竟然从去年8月 一摊等于说 股价没有什么成交量 突然间涨停满之后 一路飙 从30 30 30 80 涨停满40块之后 一路飙到173 涨4倍 所以说呢 其实那因为 所以说我们说 台湾其实有很多厂商 其实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这天是地利人和 只要你有这个技术 那因为我们说 又有这个地缘关系 互相堪行 我觉得 那这次美超委 这一次 因为他本身要来台湾 跟日月光弄资料东西 大家有没有感觉出来 有什么不一样 他以前只是帮黄仁勋做代工 做那个整个伺服器 出货给人家 现在他也可以跟人家 主导来做资料中心 我相信 其他的这些所谓的 像立台啊 像这个华台 都能够跟着美超委 一起来做发光发热 好 所以会者 关于都以为说 我们台湾的未来 都要依靠中国大陆 我们的市场 要在那地方 我们工厂 要在那边结合 可是现在 感觉上不一样了 真的是 这除了说 我们刚刚讲的工厂 慢慢移开了以外 现在来讲 你总是有很大的市场 被认为说 中国是一个庞大的市场 这我们要去做服务业 我们要去做餐饮业 就这些服务业跟餐饮业 也都慢慢离开了 是 宝洁哥 当你的外资撤出的情况之下 当中国的消费市场 开始低迷不振之下 什么也会跑 餐饮业者也要跟着跑 没有办法 如果他不跑的话 他在光是中国亏损 就让他真的是亏损 像以干杯来讲 干杯我们知道 事实上在台湾这个部分 其实发展非常好 你知道过去这两三年 干杯竟然还在台湾 还继续在拓展店 已经有五十几家店 但是他在中国 竟然从24家 少成22家 再少成19家 那为什么 因为过去一段时间 因为COVID-19的情况 他们本来就觉得说 那我们应称好了 我们关了两家 我们从24家 关到要称两家 没有想到COVID-19之后 他的整个一个需求 没有回来 就一样是低迷不振 他说那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只好关 就在减少加速 然后加码台湾投资 所以他们变成是 现在餐饮业者 当你离开中国 把这个赔钱货 越减越少情况之下 获利竟然开始成长了 因为台湾这个部分 获利成长 那另外除了是干杯之外 还有包括什么 包括瓦城 包括成品 包括那个网品 都是同样的状况 尤其像是瓦城 他就把他们的食箱 还有瓦城的 这个相关的品牌 在中国都已经关掉 关到现在事实上 他本来在关之前 每一年光是认定的中国这个部分 亏了大概还有1.1亿 就关掉之后 哇塞 他的去年 获利竟然来到4.4亿 已经创了EPS 超过一个资本 所以他们就讲到说 真的你把这个中国的赔钱 或关掉的情况之下 真的对于整体的效益比较好 网品也是同样的情况 而且我没有想到说 现在台湾离开中国 去美国了 是 为什么说去美国呢 因为美国这个部分 光是我们的珍珠奶茶 真的是 还有冰品这个部分 在美国越来越高 他们就说为什么 珍珠奶茶在美国 不是很多年了吗 为什么现在珍珠奶茶 感觉上又越来越火红 因为你看 光我们的珍珠奶茶 可以玩出这么多不同的颜色 然后你看现在连谁 连比尔盖茨 他竟然就在纽约 非常有名的一个 他们的一个算是咖啡厅 然后后面还是帝国大侠 然后在那边干嘛 他吃珍珠奶茶 而且跟谁 跟他女儿 在喝珍珠奶茶 他的珍珠奶茶 而且是他自己 po在他自己的社群网站上 他的是没有加奶的 就是纯茶 然后他的那个女人 他喜欢珍珠奶茶 对 叫他喜欢珍珠奶茶 然后他们就说 因为这个珍珠奶茶 你可以各种客制化 不同选择 还有可以弄出很多的花样 所以现在珍珠奶茶 预计在2030年 在美国的整个产业 高达40亿美元 全方位报内幕话题不设限 我是张稻荷 周一到中 关键时刻 周六周日 决战关键 赶紧来上线